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说 第二句话等于对第一句话做了个解释 为什么他们会处于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地位呢 就是他们几乎都无从知晓 从这不断积累起来的大量的证据中去选择哪些 因为现代的历史学家古代的一些遗迹很少 但未来日学家当代我们有很多的是电子产品 光盘什么存储器 所以证据就会大量增加了 这个句子我们先看看它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那么they will hardly know 然后后面which引导的可以看作类似于一个避语从句 只不过后面是用这个疑问词后面加的动词不定式 这相当于一个避语从句 这个质点咱们一会儿会说 就是不知道选择哪些事实了 那么从哪里呢 这个谐底字from开始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在这个which引导的这个结构里面的一个状语 就从什么呢 从这大量的证据 注意证据是不可署名词 然后后面在一个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定义从句修饰这个证据 就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大量的证据 这是本文中这么一个结构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看一看这个which fact to select这个结构 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在这相当于一个避语从句 这个小支点在新冠天二册老师已经有讲过 一问词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do 可以视为名词性从句的一个缩略形式 它其实就相当于名词的从句 那么宾语从句当然是名词性从句的一种了 咱们先看一看 它最常见的还是做宾语从句的缩略形式 你像本文中 第一个我们先看相当于宾语从句的 本句中 they will hardly know which fact to select from 这个结构 其实是不是相当于 they will hardly know which fact they should select from 就是他们将几乎不知道啊 他们应该从这些里面 这个东西里面选择哪些事实 相当于which fact they should select from 这就变成个标准的避语从句了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个what to do相当于并语从句 是不是相当于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干什么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相当于这么一个并语从句 再比如说 I haven't decided whether to sell it or not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应该把这东西卖掉 whether to sell it or not 是不是相当于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卖掉还是不卖 I haven't decided whether I should sell it or not 是不是这个句子相当于下面这句话 你看这个whether引导的也相当于这么一个并语从句 再比如说 have you settled where to go 你决定了要去哪里了吗 where to go 是不是相当于你应该去哪里啊 你要去哪里 相当于have you settled where you should go 你看用疑问词 我们家动词不定识的形式比较简洁一些 我们再看相当于主语从句 我们说主语从句 宾语从句 表语从句 同位语从句 都属于名词性从句 都可以用疑问词加to do来表示 比如说 who to turn to is what she wants to know 现在应该求助于谁向谁寻求帮助 是他想知道的事情 这个who to turn to 是不是相当于who she should turn to turn to somebody表示向某人求助的意思 相当于这是这个who引导的这个结构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who引导的主语从句呢 在整个句里能充当主语的作用吗 这不是主系表结构后面这个what引导是表语从句 第三个 这个结构相当于表语从句 比如说 the problem she faces is which way to take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应该选择哪一条路 应该选择哪一条路 是不是相当于三字格说 which way she should take 他应该选择哪一条路 在这里我们看 也是相当于这个which引导的一个表语从句 但是第一个结构比较简洁一些 再比如说相当于同位于从句 一共就是四种了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problem which course to take where with Lucy for hours 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后面是做前面problem同位语来 就是应该选哪门课 让Lucy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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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了好几个小时 忧虑了好几个小时 都不知道选哪门课 是不是应该他应该选哪门课吧 是不是相当于the problem which course she should take where with Lucy for hours 让他这个忧虑了好几个小时 你看这个动词不定式 疑问词后面加动词不定式这个形式 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疑问词引导的 一个名词性从句 在本文中呢 就相当于这么个并语从句 把这个词点记住就好了 好再看一下里面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from the great mass of evidence 这个mass在生活中用的不是特别多 它比较文艳一些 这个mass表示大量的 大量 它相当于a large quantity or number 表示大量 注意它的搭配叫a massive 或者有的时候用masses of 叫大量的很多的 这个它相当于a lot of或者lots of 这个当然a lot of lots of 这个搭配比较通俗一些了 a massive和masses of是个书面语 在写作中用起来更好一些 而且呢跟a lot of和lots of 类似的地方是 这两个词都是既可以修饰可数名词 也可以修饰不可数名词 本文中这个evident这个证据 是个不可数名词 用它是正确的 我们跟可数名词也行 所以它跟a lot of 就可以修饰两个吧 a lot of time 很多时间不可数的 a lot of people 很多人就可数的 都行 咱们看本文中是一个 不可数名词 the great mass of evidence 只不过在这里特纸了 所以下个定位词的 证据不可数 但我们看在第44课 第四册的44课 文化的模式 就是四册44课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traditional custom taken the world over is a mass of detailed behavior more astonishing than when anyone person can ever evolve in individual actions no matter how aberrant 这个句子比较难 到了四册44课里面 李老师会详细讲解 咱们看看大意 那么被世界各地 所采纳的传统风俗 是大量的细节化的行为 这些行为呢 比任何一个人 在他个人行为中 从演变出来的 要更加令人惊讶 而无论这个个人行为 有多么的怪异 a mass of detailed behavior 是大量的细节化的行为 你看注意 这里边修饰行为behavior 也是个不可数名词 行为举止嘛 不可数的 但是我们再看看 修饰一个可数名词的用法 这个在四册的第十六和当代城市 因为这个mass这个词非常文气 所以在四册更文艳的文章中 出的几率就更高了 我们看四册十六和当代城市中的片段 This caused the construction of gigantic buildings where too large masses of human beings are crowded together 这就导致了 我们建造出了大量的那些 巨大的建筑 建造出巨型的建筑 什么建筑呢 咱俩定语总句 在太多太多的人都挤在建筑里边 就人口密度太大 跟着高科技的建筑也是相关的 你看 Two large masses of human beings 这个masses 我们就跟的是可数名词 跟的是人 human beings 跟这个loss of是类似的 只不过它是书面语法的 由于呢 它可以表示很多 所以经常我们在生活中 可以用the masses 这个固定的短语表示 人民群众老百姓 人民群众老百姓 the masses 注意家定个词的范指 我们看例子 It is an entertainment that will appeal to the masses 这是一种娱乐形式 什么娱乐形式呢 就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 就是打桥牌啊 打乒乓球啊 大家都喜欢 Appeal to是吸引 吸引人民群众老百姓的一种娱乐形式 喜闻乐见 可以用它 the masses表示 老百姓 人民群众 甚至我们有的是直接可以用mass这个词当形容词来用 mas就表示 人数众多的 大规模的 这个形容词 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mass education 叫群众性的教育 面向多数老百姓的 the problem of mass unemployment 大规模失业问题 这个mass表示 人数众多的 大规模的 再比如说weapons or mass destructio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就是武器一爆炸 能死很多人的 人数众多的 用这个mass 是非常 这个 这个很贴切 再比如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 叫mass communication 叫大众传播 这是大学里的专业 就面向老百姓的这种传播 大众传播 表示人数众多的 面向百姓的大众化 可以用它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回到剧中 我们说这巨大的 这么多的这个证据 什么证据呢 那steadily accumulates steadily就平稳的 稳定的 稳定的再积累起来 就是不断积累起来的 这些 这个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个不断积累起来的 它用的一个定义从具 那steadily accumulates 可以 但是还有一个结构 到了四次会碰到 也非常漂亮 直接用前置定义也行 就是error 我们在doing这结构 也能表示不断什么什么的 不断如何的 我们先看一看 四册的二十二个 知识和进步里面 一个片段 四册的二十二个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very seriously what will happen if this twofold use of knowledge with this every increasing power continues 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问我们自己 如果这种对知识的 twofold use 就双重使用 伴随着知识不断增长的力量 继续下去的话 什么将会发生 这里面不断增长的 有ever increasing 用的结构是正确的 叫不断增加的 那么在本文中 这个evidence that steadily accumulates 是不是就可以换成 the ever accumulating knowledge ever accumulating 就是前置定语 相当于这个定语重句 that steadily accumulates 就好了 咱们可以举一反三 多说几个 比如说 不断变化的世界 先用定语重句 不断变化的世界 先说 the world that steadily changes steady平稳的稳定的 一直在变化 那么用刚才的复活形容词 the ever changing world 不断变化的世界 再比如说 不断增长的知识 刚才increase用过了 咱们换成grow这个词吧 the knowledge that steadily grows 那么我们家定语重句修饰knowledge 如果复活形容词呢 可以用the ever growing knowledge 不断增长的知识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 economy that steadily develops 不断发展的经济 可以用它 用复活形容词呢 the ever developing economy 咱们见过之后 就可以放心用了 都没问题吧 再比如说 我们说 不断拓张的市场 the market that steadily expands expand 就膨胀拓张 用复活形容词呢 the ever expanding market 不断拓张的市场 不断深化的改革 变身 动词可以叫deepen 我们叫ean 加低于重句 是the reform that steadily deepens 用复活形容词呢 the ever deepening reform 建国的都可以用了 不断缩减的资源 资源的 the resources that steadily dwindle 这个dwindle这个词表 是慢慢变少 这个词用的特别贴切 因为资源 煤还有水 像森林 不可能一天就用完了 它慢慢再减少 资源 英国人懂得用resources 或者懂得用resources 但美式发音重音 一般在前面 懂得用resources 两个翻译都可以 那么我们再把后面这个萎缩这个词搭上那边 dwindle dwindle 缩减 用它非常贴切 用复合形容词呢 咱一块说 the ever-dwindling resources the ever-dwindling resources dwindle 也就是表示慢慢地在缩减 the resources that steadily dwindle the ever-dwindling resources 这几个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就不断什么什么的 以后第一个 咱们可以用定义重句 那 steadily 加上这个动词形式 然后第二个呢 用error 加这个动词形式的现在分词 构成符合形容词 做前置定义 都能表示不断什么什么 好 他们这个 这个拥有呢 大量的这个 这个证据啦 他们研究历史就特别方便 我们现在的 这个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就没有这么方便调节 好 下句话又说了 what is more they will not have to rely solely on the written word 那么此外更有甚者 更好的是 他们不会仅仅依赖于 书面语了 这个what is more 是表示递进 此外而且更好的是 当然有可能是更糟的事 它表示递进 what is more 有时候呢 在口语中 也可以用what's more 但是在写作文的时候 最好写的what is more 李老师说过 在作文中 咱们一般多不用 pure s pure t pure d这样的缩写 听清楚 李老师没有说 不许用缩写 不一般来说 不要用pure s pure t pure d这种缩写 它不够正式 尤其在学术文章 想直译这边的考试 托弗亚斯最好也是这样 最好咱们不用 pure的缩写 拉丁文的缩写 是可以用的 你像等等 除了用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the like and what not 也可以用etc 三个字 etc 我们讲过可以 比方说可以用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也可以用拉丁文 两个字母 一个字母e 一个字母geg 这也行 公元前可以用bc 这些都可以用 但是pure s的一般 怎么不用 在本文中 这更好的是 它们不会仅仅依赖 带于书面语了 不但内容多 而且种类复杂 那么我们 还有在第十五课 见过一个更糟的事 也用它 七十页的十二行末尾 到第十三行 七十页十二行末尾 到第十三行 he could not find his fifty-pence piece anywhere and what is more he could not get his arm out 他到处找 也找不见 他五十便时的硬币 并且更糟的是 胳膊还出不来了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what is more 它本身仅仅表示递进 但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对吧 像本文中更好 实物和更糟 都可以用它 它是比较递进 跟它类似的结构呢 有好多 咱们复习复习 你像furthermore 像moreover besides in addition additionally 等等等等 都可以表示递进的关系 而且呢 确实也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更好更快都可能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furthermore furthermore moreover moreover besides besides 注意连读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additionally additionally 都可以表示词外 而且还 但这几个呢 没有感情色彩 有同学呢 有没有一些 有感情色彩的呢 可以有的 比方说更好的是 我们可以用 better still 注意 better still 也可以表示更好的是 但这个 better still 这个词 一般放在聚首 放在聚中 it is still better 这可能会更好 一般用 it is still better 在聚中 still在前 但放在聚首 注意用 better still 后面一般加一个逗号 更好的是 本文中 当然可以换成 better still they will not have to rely solely on a written word 是可以替换的 注意 他一般放在聚首 后面 一般多加一个逗号 那么反应词 就是更糟的事 更糟的事放在聚中 可以说 it is still worse 单发的聚首 要用 worse still worse still 而不用 still worse 这个后面 一般有点加逗号 叫更糟的事 更糟的事 表达有好几个 除了这个 worse still 还可以用 to make things worse to make matters worse 这两个大匪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映成更糟的事 但注意这几个 是有感情色彩的 我们把这更糟的事 另外两个表达 也读读 to make things worse to make matters worse 这两个尽管是 动词不定是 属于非非动词 但由于它是习语 所以它根本不用考虑 它的逻辑主语 跟主旧主语 是否统一问题 你当作个副词端语 来记住就好了 更糟的事 同样的更奇怪的是 叫stranger still 也是一般放在一个句子 或所在分句的开头 叫更奇怪的是 等等等等 这个表达相信大家都会了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册的第三课 就是可以 这个这个 可以看到东西的手 这颗书 第四册的第四课 第四课第四课 咱们看里面就出现了 更奇怪的是 During this test she was able to read the newspaper through an opaque screen and stranger still by moving her elbow over child game of Lotto she was able to describe the figures and colors printed on it 这用在第二个分句的去手了 还是在去手部分 只不过是第二个分句 用and的连接并力去 在这些测试中 这个Vera Petruva 这个女孩子 她能够 这个这个 透过不透明的屏幕 来读报纸 讲特异功能了 这个opaque是不透明的 并且更奇怪的是 注意到 后面一般价格都好 她放在所在分句的去手了 更奇怪的是什么呢 通过在一个小孩玩的 叫Lotto 这种纸牌上 换一下胳膊肘 她就能够描述出呢 印在这个纸牌上的数字 还有颜色 这讲特异功能的 更奇怪的是 就是stranger still 这个都可以表示递进 但注意这个递进 她使用的场合 就比较窄了 就不能乱用了 好 再回到句话中 本文说 而且怎么样呢 They will not have to rely solely on the written word sully是仅仅 就相当only的意思 only是形容词 副词都是only 但sully的形容词是so 副词是sully 就好了 那么rely on 是依赖 依靠取决于 这个大家可能最熟悉 rely on 我们在第三课的生词中 就讲过 好几个可以跟他替换的 像depend on bank on count on hinge on rest on build on ride on 等等等等 都可以表示基于什么什么 或依赖于依靠语都行 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rely on depend on bank on count on count on 可以翻译指望什么什么 指望他不是依赖于他依靠的 I don't count on his help 别指望他的帮助 就别依靠他的帮助 数数嘛 一个两个帮助 三个不能数他 他不算数 还有那hinge on 也非常好记 这个hinge 咱们当名次来用是表示门窗上那个荷叶 就一个中间个轴两个小铁片能动的这个荷叶 这个门窗全靠荷叶装在门框窗框上 如果这荷叶掉了 他跟着就掉了 所以依赖他 依靠他 用的是对的 hinge 当动次来用了 right on 本来表示搭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如果下面底座塌了 上面东西跟着一块掉下来 这个build on 更简单的建筑在什么的基础之上 这个right on 骑在什么上面 骑在马背上 马塌下来 马趴下来 你跟着下来 所以依赖于他都可以 还有本文中reli的名词形式reliance 后面一般也是on 是对什么什么的依赖 对依靠也行 把后面的名词形式也读一下 reliance reliance 看到这个名词 一般在阅读中找这次on就好了 当然在这些搭配里面的on 一般都能换成更加文言的upon 都可以 byon换成upon 这个upon都可以 on和upon在这里 一般来说是能替换的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我们说将不会怎么样呢 仅仅依赖于书面语了的written word 这个written 在这不要翻译上被写出来的 是形式书面的 而且你看在这又是一个鼻腔爆破 读慢了叫written 读快了就是written written 这个舌头憋住气 在气从鼻子出来 我们再读一下 我们再读一下 written 像冷笑一样 那个t舌头就不做弹舌的动作了 就书面的 你像the written word 相当于written language 不要翻译成这个被写出来的字 书面的字 而是书面语 相当于written language 书面语 同样的a written agreement 一个书面的协议 书面条约 a written statement 一个书面的声明都可以 就是用字写出来的 所以用被动形式是对的 它的反译词呢 就是口头的 我们先看口语 口语可以用the spoken word 跟那个written word可以同时解 它相当于spoken language 叫做口语跟书面语可以同时解 搭配类似 那当然口头的除了这个spoken之外 也可以用oral或verbal也行 也表示口头的 我们大声来一遍 oral verbal 都可以 比如说an oral exam 一个口试 a verbal agreement 一个口头的协议 都可以跟那个同时记住 它们将不会仅仅依赖于书面语了 那么token依赖的这个 证据哪些类型呢 后面说了 films, videos, cities, and city rooms are just some of the bewilder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ey will have film是电影 video是录像 CD是光盘 CD room是光盘驱动器 只不过是他们能够拥有那些 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信息的一部分而已 be-wildering这个词形容词 是形容词 词形容词中讲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 因为出现大量众多的选择 本文中用的恰如气氛 好 还有更好的呢 they will be able as a war to see and hear us in action 它甚至 他们啊 真可以说是啊 甚至可以说是 可以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 我们在做事情 they will be able 如果加上be able to do 后面是很简单 但中间有个插入语叫acid war 这个acid war特别重要 咱们记住 咱们在生活中 在写作中 口语中 做比喻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固定搭配叫acid war 多做插入语 它一般是用逗号跟句子其他成本分开 就翻译成 可以说是 仿佛是 真可谓是 这个意思 可以说是 仿佛是 真可谓是 他们真可以说是啊 能够亲眼看到 亲耳听到 我们在做事情 但其实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到那个时候 几百年之后 我们都死了嘛 但是就跟亲眼看的 亲耳听的几乎一样 因为声光电 高清晰的视频材料 和音频材料 这个意思 做比喻可以用它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它真可谓是一部活字典 he is acid war a walking dictionary 作为活字典 用walking 就会走路的字典 是固定搭配 作为acid war 前后加逗号 跟剧的其他程度分开 就要真可谓是 我们再看一道 四集的阅读真题的片段 好 这个看个怎么翻译 reading is thought to be a kin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the reader put questions as a word to the text and get answers in the line of these he puts further questions and so on 这个句子 大家看起来很眼熟 这个阅读真题的片段 咱们在27课 不买也不卖中讲过 当时是为了后面讲 讲后面那个 in the line of 根据或见于 这个细语 咱们再复习遍 阅读被认为是 好像读者和文章中的交流 这个a kind of 在14课 贵族歹徒中 咱们就讲过 另外在12课 荒岛生活中 也讲过 a kind of a sort of 本来也可以表示比喻 表示好像什么什么那样 12课中见过 a sort of paradise 天堂般的地方 14课见过 a sort of hero 英雄般的人物 这里呢 好像是读者和文章在交流 这也是比喻 那明显前面有 a kind of 后面acid war 也是比喻了 这是两相连句子 用了不同的表达 都是做比喻 以后我们知道 比喻就不一定非得 用吐了巴基那个like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文章都没有嘴 不可能正在交流嘛 但好像在交流一样 这个读者怎么样呢 好像是在向文章提出问题 并且获得答案 然后它根据或鉴于 in the light of 这是个 这个这个英式用法 在美式用法里面 可以把the去掉 in light of 变形 这个结构在四册 在新干电三册 第27课 这个不买也不卖 在第一段第二句话 出现过 那么鉴于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答案呗 前面会answer是吗 它在提出更深入问题 等等等等 在获得答案 再提问题 在获得答案 等等等等 这样下去 就好比是它跟文章在交流一样 这个s word是做比喻 注意 一般用逗号跟其他成分开 固定的一个搭配 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再多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们常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 真可以说是一家人一样 但毕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 但跟一家人几乎一样 好像是一个大家庭 对吧 我可以说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re all as a war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the Han nationality 这个在填表格常见 叫民族 还有呢 minority nationalities 翻译成少数民族 这个minority 人方面是少数的 这个少数民族很多 用复数 咱们把少数民族 这个习语出现了 不要放过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minority nationalities 再来一遍 minority nationalities 叫做少数民族 怎么样呢 其实好像都是怎么样呢 好像是一个 同一个家庭中的 不同的成员而已 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就是好像什么什么那样 acid war固定的这个插入语 很多句子都可以背起来 好 有一个跟他特别类似 可以同时记住 也是做这个比喻 而且一般来说 多数也是做常语 叫so to speak 一般有什么逗号 跟句子其他成本分开 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不要读so to speak 也连在一块 前面两个都是轻读 后面speak中读 所以轻读变成 原来那个o变成 很轻的声音 中间字母T在浊化 变成 si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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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中读 当然 sir的speak sir的speak 叫好像是 真可为是 刚才的例子可以替换 he is so to speak a walking dictionary 它真可谓是一部活字典 那个少数民族那个呢 我们也可以说的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re all so to speak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汉族和少数民族 真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这是so to speak 可以跟as of war 同时记住 而这一般多做差语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容易搞混的一个变系 as of war 这是固定搭配 必须用一个虚拟器 必须用war 但还有一个 用真实语去 叫做as it is 这个也是习语 as it is 翻译成什么呢 一般翻译成 看样子 照目前情况来看 就是看样子 照目前情况来看 叫as it is 这个时候必须用as it is 不能用as it war 两个搭配 容易搞混 我们看例子 I thought things would get better but as it is they are getting worse 这个as it is 就不见得用多话分开了 我原以为 因为一般过的事 叫原以为 我原以为 这个情况会好转 但是看样子 或者照目前情况来看 他们正在恶化 正在编造 这是看样子 照目前来看 跟as it war 可以同时 把它记住 把它分开 好 再回到记录 他们可以 真可谓是能够看到 并且听到我们 在干嘛呢 in action 就是在做事情 在行动之中 这个in action 两个字放在一块 在本文中是字面意思 就是在做事情 在行动之中 好像亲眼看到 我们在做事情一样 但这个in action 还有另外一个固定用法 就是什么be wounded 或者be killed in action 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或战斗中负伤了 尤其用在一些固定搭配里面 咱们回顾一下 142节的第18行 142节第18行 30颗幽灵之死里面 142节第18行 His father told everybody That Eric has been killed in action 他的爸爸 跟每一个人说 埃里克这个长子 在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讲固定搭配 叫be killed in action 在这个搭配里面翻译成 在战斗中牺牲了 那本文中不是这个搭配 就字面意思 在做事情就好了 好 这儿谈到了 这个未来律事学家 当将处在得天独活的地位 那为什么当代历史学家 就不能处在这个地位呢 后面来对比了当代的历史学家 看下面一句话 他说 But the historians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is always faced with a difficult task 但是他说 这些师储恢复遥远历史原貌的 这些当代的历史学家 往往面对了一个复杂的任务 尽管没有说当代的 但后面实态用的是一般现代史 那自然跟刚才的将来史 可以变析开 这是当代的历史学家 咱们先看看句子语法成文的分析 But the historian 后面这个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distant past 这是非为动词 当后制定语来修饰这个historian 这个不能翻译成内位历史学家 我们在以前讲过 如果单数名词前面加定词的 既可以表示特指 也能表示类指 在本文中上文没有出现某一位 比如史密斯啊 或者彼得啊 这种历史学家 他不可能是特指 实在是类指 一类 就是当代的这些历史学家 但是他既然形式是单数 所以后面微动词的s 也用的是单数 从主微结构形式要统一 就试图恢复遥远历史原貌的 这些历史学家 总是会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 这跟未来的就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证据太少了 这里边这个reconstruct 叫使恢复原状 这是一个在前面讲过的一个词汇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22页的14行出现过这个词 使恢复原状 22页的第14行 When the archaeologists reconstructed the fragments they we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mutter-looking woman 当考古学家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之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女神原来是一个摩登女郎 你看把这碎片拼起来 看雕像原来的样子 本文中把遥远的过去 那个证据拼到一块 恢复唐朝的原貌 也是看原来的样子是什么 这个结构咱们讲过 而且我们讲过一个类似的习语 就是32颗一艘沉船中 讲过动词段语 piece together 这个piece在这 当然当一个动词来用 本来是名词 碎片到了一块 动词段语就是拼起来 恢复原状 咱们先复习 150页的第19行 150页的第19行 From this the captain was able to piece toge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had come to light 从这个东西呢 这个船长就能够 把已经被发现的所有的信息 拼凑起来了解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你看拼在一块 发现原来的样子 用piece together 注意piece是动词 跟reconcept 有意气同路之妙 百分钟也可以替换 可以换张 but the historian attempting to piece together the distant past 是可以替换的 意思类似 好 他是怎么样呢 It's always faced with a difficult task 总是会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 这个面临某个难题 叫be faced with 这个用被动是比较常见的 就面临着某个棘手的问题 一般是个难题 你看本文中再次出现 在这里有 但在第十行末尾到第十一行 就在本文中 课文第十行末尾到第十一行 For the man was faced with a real need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seasons 因为那时啊 人类面临着这么一个真正的需求 要什么呢 要了解有关季节更替的一些情况 面临着be faced with 还是用相同搭配 是一样的 这个还有在第四十五号也会出现 在二百零八页第十二行后面 二百零八页的第十二行后面 They were expecting their sixth child and were faced with even more pressing economic problems 他们当时正怀着第六个孩子 这个be expecting不是正在期望 而是怀孕的意思 正怀着第六个孩子 并且面临着甚至更加迫切的紧急的 这些经济问题 这个pressing在这翻译着 urgent的紧急的 面临着更加紧急的经济问题 面临着可以用它 写作中可以替换章 非常简单的这个be confronted with 当然那个我们先等会儿 还有一个例句啊 咱们再看一看 在四十六刻里面 二百零十二页的第二十五行最后 到第二十六行 二百零十二页 二十五行最后到二十六行 After buying a new chain I was faced with the insurmountable task Putting the confusing jigsapostle together again 在买了一个新的链条之后 我面临着这么一个 几乎不能克服的 无法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这个令人迷惑的 jigsapostle拼足游戏 拼图游戏 再次拼到一块 Be faced with 面临你发现 一般都是个棘手的困难的问题 好 它的替换 刚才说过了 可以换成be confronted with 也是面临着什么什么问题 这两个搭配完全一样 可以替换 我们看在当年一道六集 阅读真题中的片段 就出现了一个替换 But if the animals are confronted with situations they have no control over they later behave passively When faced with experiences they can't control 你看这是一个两个 这明显相邻的替换了 但是如果这些动物 面临着什么呢 他们无法控制这些局面或情况 他们后面呢 就是这个会表现得比较羞集 behave passively羞集 当什么呢 当他们面对 他们能够控制那些经历的时候 表现也会羞集 就自信心受到打击了 When faced with 相当于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为什么they are被去掉了呢 状语从去主语 跟主角主语统一 都是they吧 状语从去为语是必动词 那么这个时候 状语从去主语 跟后面必动词 可以同时省略 所以只剩下face with 这又是老师的复习 你看这是相邻的 同一计划中 做了一个替换 我们会计搭配之后 我们这个搭配 我们也会替换 好 这句话 我们先看在这儿 感谢观看